随着汽车的普及,买车的,考驾照的人越来越多,下面这条消息,对还没考驾照的小伙伴们,绝对是好消息,日前,公安部部署进一步深化改革,提升交通管理服务便利化工作,并公布了简洁快办,网上通办,就尽可办了20项交通管理贩管服改革新措施,9月1日起全面挤动推行,20项新措施中,其中一项就是, 便利驾驶证省内地申领此前,公安部已全面放开驾驶证异地申领,但省内地申领驾驶证,仍需提交所在地居住证,或者暂入登记凭证,此次改革,公安部坚持民意倒下,需求倒下,在完善升级信息系统基础上,逐步放宽一地申领驾驶证条件,进一步便利群众就进,自主考试领证,新措施规定, 放宽小型汽车驾驶证一地申领条件,2018年9月1日起,本省区申请人可凭居民身份证直接申请,跨省区一地申请人在办理所在省区任意地式居住证后,也可直接在全省范围内申领, 也就是说,一是本省居民持身份证省内通考,对在省区内不同地式申领小型汽车驾驶证的,申请人可凭居民身份证直接申请, 无需再提交居住证或暂入登记凭证,二是外省居民持居住证省内通考,对跨省区一地工作, 生活的人员在办理所在省区任意地式居住证后,也可直接在全省范围内申领小型汽车驾驶证, 以上措施将自2018年9月1日起实行,二十项交通管理放管服改革新措施,除了方便了考驾照的小夥伴, 在交管业务办理,检车,车辆,异地转移,很多方便都有新变化,总而言之就是,方便了, 赶紧接着往下看申请材料四个减免目前,办理交管业务需要提交身份证明及复印件, 填写使之申请表格,提交相关证明凭证,办理车辆业务,还需要群众花钱, 自行踏影车辆识别代号,材料多,环节多,新措施提出,办理交管业务时, 申请人身份证明免与复印,申请表格免受填写,车辆识别代号免费踏印, 车辆购置税,交墙线,提检证明等相关部门,证明凭证实现连网后逐步免与提交, 免负一印,原来需申请人提交的身份证明复印件, 将由窗口工作人员通过身份证读取设备自动读取, 由高台仪扫描留存电子文件,暂时没有配备相关设备的, 由车管所免费复印,免填表,原来需要申请人填写的纸质申请表格, 转由窗口工作人员采集信息,打印表格,申请人只需签字确认,免踏印, 办理机动车登记,需要踏印车辆识别代号,以确认车辆的合法性, 为一性,原来需要申请人自行踏印车辆识别代号, 转由车辆管理所,机动车登记服务站等免费踏印,减轻群众负担, 免提交,原来需要申请人提交的相关部门的证明评证, 如车辆购置税,车船税,交抢险,报费回,收证明, 医院提前证明等,公安交管部门将积极推进, 与相关部门联网合演,逐温取消提交指质证明评证, 18类业务一正即办新措施提出, 不换领,审认驾驶证等18类车下管业务, 申请人凭本人居民身份,证明一正即办,一正即办, 机队部换领,审认驾驶证等18类车下管业务, 申请人凭本人居民身份,证明一正即办, 原区审核或收回的驾驶证,行驶证, 通过内部信息核查,不再要求群众提交, 一正即办的具体业务事项如下, 实行车辆全国通检优化车检程序, 2014年公安部会同源质检总局, 推行机动车检验制度改革, 推出新车6年免检,省内异地检车, 放宽检验机构许可等系列改革措施, 有效破解了检车难,还队长等问题, 新措施提出,实行车辆全国通检, 到2018年9月1日起, 全面推行小型汽车,货车和中型客车跨省异地检验, 申请人可以直接在机动车登记地外省份直接检验, 申请检验合格标志, 无需办理委托检验手续, 推进车检程序优化, 对6年内免检车辆, 通过互联网服务平台验证交强显后, 直接申领免检标志, 推动检验机构开通网上预约车检服务, 方便群众随道随检, 一是全面实现跨省异地检验车, 自2018年9月1日起, 全面推行小型汽车, 货车和中型客车跨省异地检验, 实现全国范围通检, 申请人可以在机动车登记地外的省份直接检验, 申领检验合格标志, 无需办理委托检验手续, 对6年内免检车辆, 申请人可以跨省1地申领检验标志, 二是网上申领免检标志, 对6年内免检车辆, 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平台验证交强显后, 直接申领免检标志, 无需往返车辆管理所, 无需签注行驶证, 实现网上申请, 邮寄送达, 亏请网上车检服务, 推动检验机构开通互联网, 手机APP, 语音电话等点对点车检预约服务, 方便群众随到随紧, 三是提高发放检验标志效率, 亏行非营运小微型载客汽车经检验机构检验合格后, 车辆管理所先远程发放检验合格标志, 后抽查监督检验情况, 提高检验效率, 减少群众等候, 对抽查监督发现违规检验问题的, 一律依法追究检验机构主体责任, 普通业务一窗通办目前, 办理车价管业务, 一般需要经过受理, 审核, 缴费, 发证等多个环节和岗位, 需要到不同窗口多次排队, 多次往返, 程序较为繁琐, 耗费时间较长, 此次改革提出, 整个优化车价管业务办理流程, 推行网银, 微信, 支付宝等缴费支付电子化, 实现业务受理, 资料审核, 缴纳费用, 还正发放一次排队, 一次办解, 业务办理一窗室, 审核业务窗口, 实行所有业务窗口, 可以办理全项车价管业务, 实现群众到任一窗口即来即办, 积极协商财政, 银行等部门, 推行缴费支付电子化, 由原来至少三次排队, 变为一次排队, 一次受理, 一次办解, 车辆登记通道室, 机动车登记涉及资料审核, 车辆查验, 照相, 缴费, 制排, 制证等环境, 群众经常多投跑, 多排队, 是车架管业务办理的难点读点, 此次改革实行机动车通道室查验, 推行受理, 审核, 查验, 照相等通道室, 由匪化作业, 群众只要按照标志和地面标线所执行进, 实现指派一次队即可完成列车, 同时, 推行PDA终端查验车辆, 查验结果信息化传送, 简化机动车登记程序, 服务导办标准室, 交管服务场所, 全部公式业务办理标准化流程图表, 行驶直观, 一看一懂, 提供清晰指引, 并提供免费导办服务, 需要说明的是, 此项工作涉及到协调财政, 银行等相关部门共同推动, 各地结合本地实际, 需要一定的准备实施时间, 目前, 南京, 武汉等地, 已经实现车架管业务一战受力, 一次排队, 一次半截, 受到群众普遍欢迎, 取得良好社会效果, 此次改革将进一步扩大范围, 在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事, 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, 更多详细措施接着往下看点, 再期待出台更多的并引措施。